大家好 这里是李聊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就是关于这个告密文化的话题 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 主要是前一段时间呢 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 一件事呢 就是关于这个学校里的学生 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啊 去向校方告密老师 我们说师生关系 在我当学生那个年代 我认为是非常水乳交融的 我们过去中国人讲五轮 天地君心师 过去讲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我们起码来说 老师把这个一生的这些个 积累的知识和经验 无私的奉献给自己的学生 学生呢如饥似渴的 像一个干瘪的海绵一样 从老师这里 从师长这里来吸取 他们应该得到的知识 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一个 非常株连璧核的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彼此之间呢 是非常紧密的 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但是现在居然呢 师生之间的关系 成了告密与被告密 防范与被防范的关系 所以这个对我触动很大 第二个呢 就是前一段时间啊 关于这个著名的歌星 当然都是前歌星了 现在都大妈急的了 就是这个苏晓明 那么他呢 在这个饭桌的上面有一段 私人的牢骚话 结果呢 被同桌的人 不是同桌的你 同桌的人 同桌的他 把他拍成了手机视频 并发到了网上去 引起了广泛热议 所以我今天呢 结合我这几十年的人生经历 和我已经掌握的 或听过的这些个故事 想聊聊这个话题 在这聊这个话题之前呢 我想啊 首先感谢大家啊 这么多天来 对我的关注 特别是对我的这个订阅 点赞 包括这个打赏 那么今天呢 这个频道通知我 说你这个已经开通了 这个广告功能 因为我是不知道 他这里面 怎么样 因为原来也不是我设置的 他最近就跳出来了 我想呢 从今往后呢 恐怕会给大家呢 带来一些个不便 因为不管是什么地方 冒出来广告啊 总是会打断您的 一些个对节目的 欣赏也好啊 或者说是观看也好啊 或者是收听也好啊 在此 李辽表示歉意啊 对您的这个带来的 这些不便啊 我深表歉意啊 同时呢 非常非常感谢啊 您对我的一如既往的支持啊 对我来说呢 这个无论是这个您看广告 还是打赏 我都看成的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和鞭策 我会更加积极的啊 努力的啊 把这个节目做好 在之前的节目 我也跟大家讲过 就是我本身并不想拿这个维生 只是说呢 透过这么一个平台 跟大家呢 聊一聊 我想跟大家交流的心里话 我本身呢 就是说 一直想致力于 普及和启迪 公民素质 因为我们国家呀 这么多年来 一直呢 就在一个 非常不正常的 这个文化氛围当中 无论是 当初的这个文革 还是文革之后的啊 很多的这个思想解放 没到位 这样一个状态里边呢 我们的公民素质啊 一直没有提高 有时候我在反思啊 30年前的那档的事啊 我想大概您都知道怎么回事 那么那一段时间里边 我整个人都在北京 而且我当时 这个工作和生活的地点 就在西长安街一带 啊 所以从公乳坟 到这个天安门啊 中间包括大家 比较熟悉的 什么墓西地啊 什么六部口啊 啊 那个情况啊 我都历历在墓 所以有些话 我不再容易 或不太便于 把它说的 非常的明 那但是我想用句网络术语 就是你懂得 啊 所以我们这些人呢 本身就是有良知 有常识的 中国可以啊 走向一个更好的公民社会 啊 中国完全可以走向一个 非常好的民主法治的 这样一个良好的前景 但是一切一切的基础 那我个人认为啊 都需要启迪公民的基本素养 如果没有这一些的话 一切都是枉然 啊 所以我们说培养公民素质啊 是我们每个人啊 利用自己的小小的一方天地啊 每个人都尽到一点责任和义务 我觉得呢 这就是对国家 对民族的啊 最大的负责任 所以在此呢 呃 我既然找把这个平台放在这了 那么我只要有时间啊 啊 不管是他的收获如何 我都会呢 尽量用心的 把这样几个节目给大家奉献出来啊 也请大家呢 一如既往的 那对我表示支持啊 起码表示应有的宽容 好 那我今天讲这个告密文化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说啊 前些年啊 大家对告密文化的东西呢 恐怕还不是太这个在意 但是15年呢 出了一个就是必福建事件 那么必福建呢 他在这个一个私人聚会当中啊 有一段临场发挥 那么结果呢 就被同桌的啊 这些人拍了以后就放到了网上去 结果呢 这个大家都可想而知了啊 那么就是必福建的人生 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 我们今天说啊 这个手机等等这些现代的这个通讯工具啊 它的功能很多啊 可以录音 可以录像 可以拍照片啊 但是呢 往往也让我们的生活圈子啊 变得不安全了 实际上无论是前几天的苏晓明 还是前几年的必福建 人家呢 都是在一个私人的聚会上啊 一个饭桌上 在说这些事儿 我认为呢 在没有经过人家许可的情况下 你举着相机在那给人家录东西 而且没有经过人家的许可 就把它发到了公共空间去 我觉得这是对人家起码的一种不尊重 实际上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里边呢 没有告密文化啊 这样的一个历史 我们从小听父母讲啊 静坐长思几过 闲谈没论人非 包括我们说的啊 这个人人自扫门前雪 岂管他人瓦上霜 都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尽量把自己的事做好啊 修好身 起好你的家 外边的事儿呢 尽量少管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 那么整个社会呢就是一个公民社会 但是现在我们更多人呢 好像对这个告密文化越来越敏感了 主要是身边的我们觉得最亲近的人 他往往是最不安全的 那么这个呢 我就是花了点时间啊 做了点功课 看看这个告密文化这个根 那到底在哪里 在我有限的这些知识结构里面啊 我知道就是从小我们读过一些东西啊 讲到了就是前苏联 尤其呢是在这个斯大林时代 就那个时候啊 这个告密制度啊 就成为那种独裁统治下的一个基本制度 他无论呢是通过控制当时的这个党内 还是控制当时的社会啊 都是有意的在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猜忌和不信任 那么使得这个人际关系呢 变得非常的恶劣 乃至呢突破人的道德底线 然后啊 使一个政权 他的这个支撑不是基于人民对政权的信任 而是靠这样的一种彼此之间的钳制 来使人们不敢表达对政权的不满 从而呢来起到这个政权稳固的作用 实际上呢这是一种恐怖手段来维持一种独裁统治 所以前苏联呢在这个斯大林时代 那么这样的事呢就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那么典型的呢我们就要讲1953年啊 3月5号那么斯大林去世 实际上说起斯大林去世的这样的一个秘密呢 当时有很多的传闻 当然后来呢 呃我非常感谢像沈志华教授啊 这样的一个呃 档案学家历史学者 那么他们通过呃 前苏联解密的档案 把斯大林的这样一个死亡之谜就揭露出来了 啊用这个沈教授的讲法呢就是当时的苏共中央不积极治疗 也就是说这个斯大林本身呢 他这个自己啊是有一个晚上不睡觉啊 白天休息的这么一个工作习惯 所以正常的话呢 他是呃这一天应该在中午11点左右就醒来的 而他对收尾的这些人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呢 都是不信任啊 这就是说一种人人自危 包括独裁者本身也自危了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呢他只靠他临时换的这么一个保姆去叫醒他 结果这个保姆呢 到了下午一点钟啊 发现这个斯大林本身呢还没有起床的意思啊 所以这时候进去也发现了这个斯大林已经倒在了这个卧室的地上 所以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实际上就是这种突然间发了这个脑梗啊 这个昏迷了啊 然后他马上就会通知了这个当时苏共中央的几个重要的核心人物啊 包括马林科夫啊 赫鲁晓夫这些人 这些人来了以后呢 谁都不主张啊 积极的给这个斯大林治疗 那用沈教授的话说 就这些人在这个斯大林的这个尸体 当时还不是尸体了 就是他倒在地上的 这个周围啊 就转圈啊 围着他的身体转圈 最后呢 全散了啊 所以没有一个人啊 挺出来说 马上要采取积极措施去抢救他 所以呢 在这样一个不积极抢救的状态下 那么在三月五号啊 他就停止了呼吸 所以这样一个独裁者呢 就这样的走掉了 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文化呢 也后来也传到了中国 所以现在我们看啊 很多的这个党内的悲剧啊 跟这个告密文化啊 都有关系 最早呢 可能能够追溯到 如果大家研究党史的话 可以追溯到苏区当时的这个AB团 所以我们说啊 这个告密文化本身啊 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强的生命力 跟这个长期以来的啊 内外之间的这种土壤是有关系的 当然了 我们说这个明朝的时候啊 那种特务统治 宦官统治本身啊 也是我们国内的土壤啊 加上前苏联的啊 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使得呢 这个告密到今天为止啊 还是一种手段 那么这个手段本身啊 有一种支撑 那我们把它分成几个层次来讲吧 第一个支撑呢 我觉得是道德支撑啊 他认为呢 我这有巨大的正义在后边啊 比如说我为了理想啊 为了一个组织啊 为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 那么我就可以拿正义来压过人道 我们说人道背后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亲亲相隐啊 我们说这个父子之间啊 夫妻之间啊 那么所有有血缘的这个亲友之间 互相之间保护这是天性啊 这是人本身作为人类应该具备的东西 我们管这个就叫人道 而他在这个告密文化的道德支撑里面呢 我觉得他是拿那个所谓的正义来压制人道啊 所以这里边呢 就出现了很多啊 以这个卖主求荣啊 卖友求荣啊 卖父求荣 卖母求荣 卖师求荣啊 为这个特点的这些恶劣的啊 压过了人道的这种世界 最后呢 导致了就是人人自危 人人自保啊 有些个呢 统治者就利用这种文化 就是通过人人自危来达到人人自保啊 那么使得告密成为他的巨大的道德支撑 第二个支撑呢 我觉得这个告密文化呢 他有组织支撑啊 也就是说通过这种集体的洗脑 导致了这种集体的无意识 很多人呢 没有罪恶感啊 没有道德的丧失感 就被裹挟着 就做了很多啊 这一类的有伪人伦和人道的事情 第三个呢 就是经济支撑 那就是说啊 对这个告密啊 给予这个一定的物质奖励 一定的赏赐啊 使得他在这个物质和精神方面有所收获啊 是一种刺激 那么接下来呢 再恶励一点 就是告密就成为一种报复手段 就是平常你对我啊 有点什么什么东西 那到了关键时刻啊 我就可以通过啊 报你的某些个料啊 使得让你身败名裂 而使得我能有一种复仇啊 这样的一种机会啊 而这种复仇啊 以告密形式形成的复仇手段和心态 有时候就像病毒一样 会毒害我们周围的这些个朋友圈也好啊 正常的同事关系 家庭关系也好啊 而整个呢 毒害社会 使得社会人缘之间失掉起码的伦长保护 失掉起码的人格信任 那么接下来 我觉得就是告密文化进一步在发展 就变成了 成每个人啊 就是打探别人隐私 成为一种隐啊 就是说非常喜欢啊 窥探别人内心 窥探别人的隐私 我们今天讲啊 如果说你有一个道德的正义 在这里支撑啊 你不会做出来啊 这种有伪人伦和人道的事情 但是如果有一个压过人伦人道的 所谓的正义在背面支撑着 这个时候啊 你就会觉得只要我的目的正确 手段就可以不择 当然了 在这样一个所谓正义的支撑下 那告密的内容也就五花八文了 大体上呢 我们大概分三种 一种呢 是确有其事 但是呢 是在隐私场合下 彼此的悄悄话 你把它捅出去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种 确有其事不宜公开的内容 把它变成了高密的内容 第二种呢 是捕风捉影似的 也就是说本身呢 恐怕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你把它曲解成了这个意思 或者把它有意的 去往那个上纲上下去领 这样的话呢 主要是整垮对方 或者说是邀功情赏 作为最终的目的 那第三种呢 就是凭空捏造了 也就是说 莫须有的 弄一些个东西 强安在上面 尤其是呢 在法治不健全 人治盛行的这样一个机制下面 这样的人呢 往往就被冤屈 轻的呢 恐怕是受一点表面的损失 重量的有可能丧失掉人的生命 所以我们说 告密文化本身啊 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文化 我们经常重温这样一段话啊 今天呢 我也把这段话呢 继续给大家说一下 手段是正在形成之中的理想 和进行之中的目的 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 而达到美好的目的 因为手段是种子 目的是树 邪恶的种子 发不出善良的芽 更不可能 结出美好的果 我们今天说 以革命的名义 往往使革命吞噬了革命者 有时候我们说 一个人是汉奸 而曲线救国与卖国 往往就是一步之遥 今天我们对告密文化 表示应有的警惕 对我们身边的人 动不动就是朋友 就是亲我们要保持应有的警惕 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交到真正的在关键时刻 懂理懂面 懂大意的公民型的朋友 比什么都重要 在保护自己的同时 还是要让自己做一个有良知 有常识 追求自由担当责任的好公民 使得我们周围都变得更加友善一些 这样的话每个小环境好了 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法治国家 和谐社会才会真正的到来 好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点赞订阅和转发 也可以根据屏幕信息给我们打赏 左边是PayPal 上方是PayPal转账邮箱 下方是PayPalLink 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 衷心感谢您的鼓励和支持